酸奶居然有了意识 而且还和最高领导人谈判 要租借俄亥俄州一百年 而领导人居然还同意了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原来研究人员提取出 居然偷偷把他带回家了 因为他要做酸奶 没想到当晚军群在酸奶中却有了认知能力 当他再次想喝酸奶时 却惊愕地发现了上面的字体 酸奶要求见最高领导人 而后他说 他们族群已经攻克了人类无法攻克的社会难题 并决定向人类提供治理方案 条件是将俄亥俄州租给他一百年 如果不答应 那么他会去兔子那边 兔子会把一个省都给他 于是酸奶顺利得到了俄亥俄州的一百年租期 而后酸奶上交方案 这个策略可以一年内完全抹出国债 可是却强调一定要完全照章视策 不能出一点偏差 可是由于专家的建议 他们开始对酸奶的提案胡乱改动 却导致了全球经济萧条 社会更加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酸奶租界的俄亥俄州性有疑难 领导人再次找到酸奶破解困局 酸奶却告诉他 你们的专家是专门制造问题的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 所以让我来 领导人只能让位给酸奶 可是由于酸奶获得了最高权力 反对者们便不断进行抗议活动 全球混乱 股市大跌不可避免 可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五年之后 地球模样大变 人民安居乐业 生活物资极其富足 再也没有所谓的专家胡言乱语 再也没有人在抱怨酸奶 他们都在夸赞酸奶的分工伟绩 可是人类没想到的是 酸奶已经研究出超光速火箭 他们正在不断向外太空 发射一颗颗飞船 看样子他们并没有局限于地球 他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可是剩下的人类迷茫了 一旦酸奶离开地球 我们人类该怎么办 这一集你真的看懂了吗 感谢观看